Hello everyone, this is Wynum 歡迎收看每週的新聞英文一個禮拜兩篇 帶點時事也了解相關的英文單字 那我們今天要看的是這個機場安檢盤也擺拍 新聞來源CNN 在這邊幫各位快速整理出本篇文章重點10個單字 首先第一個當然就是隨身行李 跟我們過那個安檢 隨身行李你要把那個平板、筆電拿出來 那這個隨身行李叫Carry on Carry on 那下面最近有一個趨勢 那各位這個單字如果當動詞 它表示在網路上被提到很多次的詞 像可能在之前我們可能最常被提到的詞 就是那個墾丁的雨傘 那這個字的英文叫trend trend 那最近有些趨勢開始跑出來了 那跑出來出現浮現的英文叫emerge emerge 那這個有人在托盤上把那個東西擺得很整齊 然後就照張相 那托盤的英文叫trade trade 那這個擺得很有美感 很有美學 aesthetic aesthetic 那些在飛機上會用到的盥洗用品也把它擺出來 這個叫toiletry toiletry 前面有個toilet 那個廁所這個字 那去分享一些追求理想 夢想中的旅行 這個單字叫aspirational travel aspirational travel 那這個有一些經典的復古的 這個叫vintage vintage 他們就是這些網紅們 就是為了要把那個畫面看起來美觀 所以就來策劃 如何擺 你就想要如何把那個東西把它擺得好看 擺盤的那種感覺 那個單字叫curate curate 那這邊順便跟各位提醒一下 各位我9月16號也就是下個禮拜一會暫停更新一次 那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看的文章呢 總共有四句 我們先看一下 先聽一下前面兩句 No sooner have airports introduce new scanning machines so you don't need to unpack your carry-on bags then a trend emerges where you photograph all your loose items in your airport security tray The airport tray aesthetic has taken off on TikTok Instagram and Pinterest as people share artfully arranged shots of their sunglasses shoes, toiletries and reading material inside the regulation polypropylene dishes this is aspirational travel where your 35mm film camera nestles between your vintage loafers and your first edition copy of on the road it's the latest in a line of trends where people curate their possessions for a public showcase from bookshelves to bedside tables to even the insides of our refrigerators 這邊還是要跟各位推薦一套超棒的英語學習app 譬如說這邊有一些單字 那單字它在介紹的方式 就非常的多元 這邊等一下我實際示範一個 各位它在教單字 它並不是說一個單字一個句子 一個單字一個句子 這個課它在教單字 它是先叫你看一段影片 那這段影片看完之後 你就是你去選哪 底下那個選項哪一個字 它沒有講到 OK 我實際播放一遍給各位看看 各位有聽出來嗎 它有講到這個 有講到這個 然後其中底下這兩個是沒有講到的 強烈建議各位 去下載這套免費的app 然後它會先送你一套主題課程 你可以先體驗看看 如果覺得課程不錯 你可以用我專屬優惠連結 一年只要1999 各位這個句子有一個句型 快速地跟各位講解一下 各位你有看到就是 然後再來這個是then 這三個字是會要一起看的 那各位我把它列在這邊 no sooner than 我們先從它的字面上的翻譯來了解 來 首先是no no中文解釋叫做不會 這個沒有問題 接下來是這個sun sun這個單字叫快 加上er會變成更快 意思就是no sooner 叫做不會更快 這個then中文翻譯叫做比 跟誰比 所以各位它的意思就是 A跟B兩個在相比 A不會比B快 也就是說兩件動作 A跟B這兩件動作幾乎是同時發生 我們在中文上把它翻譯成 E點點點點就點點點 兩件事情 各位那這樣子我這樣講解 你可能會比較了解 你就不用死記了 你就不用硬背 No sooner than E怎麼樣就怎麼樣 OK 那你了解它是怎麼來的 那接下來各位要比較特別要留意的 就是它的一個句型結構 好各位這個句型結構 你有看到 它前面第一個字擺了no 各位就是在這邊 第一個字擺了no 那各位你要知道 這個就是不該跑到前面的 各位no一般來說是不會在前面 不該在前面的 跑到前面去的 在英文裡面它有一個功能 就是它想要強調 這個英文在講的時候 它想要強調的東西 可以移動到前面 好那接下來位置就不一樣 所以後面必須要倒裝 各位動詞家 本來是主詞加動詞 現在變成動詞加主詞 各位倒裝哥你有看到 有沒有 這個跑到前面來了 那接下來後面 then 各位它連接詞 後面再連接主詞加動詞 各位這個就是一個句子 好快速的跟各位講解 希望能夠幫助各位 理解這個句子的結構 那我就把 then 後面這邊先做個斷去 那先來看一下單字 第一個單字 這個簡單 scan 各位scan是掃描 各位它有快速瀏覽 比如說你拿了一本書 你scan 過去就快速瀏覽 那只是說我利用這個單字 延伸一個字 你只要把 n 改成 m 就變成 scam 那為什麼是 scam 各位就詐騙 然後對呀 詐騙很好理解 它就是把你的證件拿去掃描 掃描完之後引印 出現一個全新的假的證件 這樣子 scan 兩個單字一起記 那下面這單字叫 carry on carry on 這個單字叫隨身行李 相當好記 carry就拿上去 那利用這個單字來做一下補充 我們會有隨身行李 當然就會有托運行李 那各位拖印 拖運叫做 check 你拿去就是寄放 check backage backage 這個單字是行李 看一下中文 所以Nosuna 一怎麼樣 then 就怎麼樣 好 那各位這句的主詞是機場 機場 機場怎麼樣 introduce 這個是完成式 已經推出 這個機場一推出 new scanning 新的掃描的machines 新的掃描機 推出這個掃描機 因此 so you don't need 你就不需要 去怎麼樣 unpack 打開你的carry on bags 就不用打開你的隨身行李 各位知道 我們現在過機場安檢 不是有一些東西都拿出來嗎 就是一般來講 就是你的平板 拿筆電 為什麼要拿平板 跟筆電 因為它過X光機 那個平板會把這個 後面的東西蓋住 可能會有些東西就檢查不到 所以為了安全起見 這個平板 跟筆電 要拿出來就是這個原因 剛剛文章說到 那一台新的掃描機 就是長這樣 哇 看起來非常威武 很像是醫院的核磁共振 那我在網路上找到這個影片 就是這台新的掃描機 那預計應該會陸續的 在各大機場安裝 那我播放這個影片 簡單的給各位看一下 這什麼東東 那這個影片沒有聲音 所以我就一邊播一邊跟各位做講解吧 有沒有行李送進去的 那行李開始掃描 那各位它這個掃描 各位你可以看得到 它就是用這種方式 就可以看到裡面這個形 這個可以說 這是簡直是一目了然 那各位剛好我就影片停在這邊 各位你有看到 沒有問題就按Clear 那有問題的話就是按Suspect OK 那這個單字知道 就是有懷疑有嫌疑的意思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then後面的單字部分 首先第一個單字是trend trend這個單字名詞有趨勢 動詞有在網路上提到最多的字詞 好 那底下這一串單字 這個之前有跟各位介紹 我們來做一下複習相當重要的一組字 那第一個叫emerge 就是本篇文章的字啦 emerge這個單字有出現 有浮現的意思 東西跑出來了 那各位這個單字是這樣 如果把e把它刪掉 就會變成merge merge這個單字有合併的意思 非常好記的一個字 就是你如果會講台語 你就知道 沒錢 一間公司沒錢呢 你就只好被合併了 merge 沒錢 OK 好啦那加上ing 變成emergent 東西慢慢的跑出來了 新興的 發展出奇的 後面加上ence 變成emergence 展露頭角 對不對 你的能力冒出來的emergence 加上cy 變成emergence 東西跑出來了 你需要立刻的去處理它 緊急情況 各位說這幾個單字 emerge emerge emergence emergency 這幾個單字喔 那最後這個單字 trade 這個單字叫托盤 看一下中文喔 來緊接著e怎麼樣 就怎麼樣 這個事情就緊接著發生了 一個趨勢就emerges 就浮現了 那各位這個where 這個它的位置比較特殊 它應該是放在這邊 應該是放在這個位置喔 不過這個作者放在這邊也可以 在這個趨勢中 you photograph 你就拍照 all your loose items 你所有的loose 就是鬆散的 意思就是說它沒有在包包裡面 就是被你拿出來了 你所有拿出來的items 物品 在Airport Security Tray 安全檢查的托盤 還在那邊拍照 The airport tray aesthetic has taken off on TikTok, Instagram, and Pinterest as people share artfully arranged shots of their sunglasses, shoes, toiletries, and reading material inside the regulation polypropylene dishes 看一下單字的部分 各位第一個單字叫 Athetic Athetic 各位這單字是有美感的 美學的 接下來下一個單字叫 Arrange Arrange 這個單字是安排 整理啊 佈置 把什麼東西把它排放整齊的概念 然後arrange 下面這單字是Shot Shot 各位這單字有射擊 那我們要多射幾次才會成功 所以它有嘗試 設計跟那個照片有沒有 看好目標 按下快門 那個感覺很像 所以Shot這個單字還有照片 底下這個單字叫 Toiletries Toiletries 各位這是冠洗用品 各位它就是Toilet這個單字來的 你帶在飛機上一些牙膏牙刷之類的東西 來看一下中文 所以這個Airport Trade Aesthetic 這個機場的托盤美學 has taken off 開始目前的走紅 在這個TikTok Instagram Pinterest 這些社群媒體平台 怎樣呢 當人們 People Share Artfully Arranged 非常有藝術的排列的Shot 這個照片 那各位照什麼呢 他們的 各位這邊要看出分類 1. Sunglasses 2. Shoes 3. Toiletries 冠洗用品 4. Reading Material 這些閱讀材料 就是要炫耀用 這個講白的 這些東西在哪裡呢 Inside 在裡面 Regulation 符合規範的 Polypropylene 聚餅烯的Dishes 總之就是那個塑膠盤的概念 這邊我找了幾張照片給大家看 各位就是像這樣 就是托盤裡面 就擺放整齊 就是有點刻意的 讓大家知道 他在讀書 那各位他就像這樣子啦 就是把這個機場托盤的安檢托盤 有沒有就刻意的擺拍 擺成像這樣 哇這個這個 看了就感覺好像在炫富 那這張圖片感覺在炫耀知識 有沒有 那這個就是在抖音 好像這個 這個應該也是什麼 百萬網紅之類的 你看有沒有 就開始利用這個托盤 在那邊把它東西 把它排列整齊 來看一下單字的部分 第一個單字叫 aspirational aspirational 各位這是可望 各位渴望的 那這個渴望通常是指 你想要更大更好的東西 更大成功的東西 那這個是加上al 這形容詞 al刪掉之後 就會變成名詞 叫aspiration aspiration 各位這單字就是目標啦 渴望達到的目標啦 或者是你的報復 理想 各位這個是TIOM結尾 再把TIOM把它刪掉 就會變成動詞了 叫做aspire 那各位什麼是aspire呢 動詞叫渴望 各位它還有向往的意思 那各位這單字 是非常好記的單字 各位你如果認真看 你會看到什麼在裡面 這個有沒有 這個在裡面 各位這什麼東西 spirit spirit這個單字就是有精神 有了齁 所以各位這單字的組合 其實就是 2 再加上spirit 精神 你就想人類的精神 就是為了更遠大的理想 所以各位這幾個單字 我們就倒著念過去 spirit 用各位這個精神來記 那這個spirit 這個精神 可以延伸出相當多的單字 好 那以後我有機會 再跟各位陸續分享 所以 spirit aspire aspiration aspirational 下面這個單字叫nest nest nest 這個單字就是安卧 就位於什麼地方 安穩的在什麼地方 非常好記 就是nest 潮 鳥兒的潮 巢穴 底下這個單字叫vintage vintage這個單字 其實常常會看到在那個 有的時候我常常看到 學生穿的衣服上面 就會印有vintage這個單字 經典的還有復古的 這個單字爆炸好記 你利用village 村莊來記就有了 村莊的東西比較經典 比較復古 看你要不要這樣子記 village vintage 而且還有點押韻呢 loatfer loatfer就懶人鞋 各位loatfer展身 我不曉得翻譯成懶人鞋對不對 我給我放大一點 給我放大一點 就是像這種鞋子 有沒有 mainloatfer shoes 就是loatfer longibility就好 loatfer 就不用綁鞋帶的 看一下中文 this is aspirational 這個是一個追求理想的旅行 where指的就是在這場旅行裡面呢 you were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總之就是film camera 這個底片相機 35mm 這個底片相機 nessos 安穩的躺在 between在什麼之間 you were vintage lovers 你的復古懶人鞋 以及你的first edition 第一版的copy 就是第一個版本的on the road 這個可能是專輯之類的 那這首歌我網路上查了一下 各位我畫面放大 各位應該就是它的 就是這首歌on the road 那各位有興趣的話 自己在網路上聽啦 那剛剛有講到這個 aspirational travel 各位在網路上這個也是有的 這有沒有追求理想的 夢想中的有沒有 aspirational travel 夢想中的旅行 It's the latest in a line of trends where people curate their possessions for a public showcase from bookshelves to bedside tables to even the insides of our refrigerators 看一下單字 那第一個單字叫curate curate這單字是策劃 還有策展 其實它跟那個規劃有點關係 加上or變成curator 這個字 各位它本身有館長 各位它其實另外衍生的含義 就是資訊的整理者curator 其實各位我也算是一個curator 對不對 我在網路上我有看到新聞 幫各位整理起來 那整理完之後 我會再把那個句子結構做好分類 做好解析 還有單字的延伸部分 通通整理好 放在這部影片裡面 所以我也是一種curator 總之就是 把很多資訊集合起來 然後把它規劃好 呈現出來的 就是一個curator OK 接下來下面這單字叫position position 這個單字叫所有物 個人物品 個人財產爆炸 好我記得單字 超多美金的 很多美金 position 錢 好下面這單字叫showcase showcase就展示 展示櫃 看一下中文 it's the latest 最新的in a line of 這是一系列 一系列的這個trend 趨勢 wear 你會發現這個作者很喜歡用這個句型 在這個趨勢中呢 people 人們會curate 排列 策劃他們的 positions 各位知道了 就是那個托盤裡面東西 他會很刻意的把它擺的很整齊 擺的 他想要秀出他的個人的這種物品的那種感覺 為了什麼呢 public showcase 公開展示 從哪邊 1 從bookshelf 書架 2 到 各位這2就到 然後bedside table 就是床邊桌 這是我們叫什麼 床頭櫃 OK 那到哪裡呢 2 各位3 甚至到了insize 在內部的referrator 在冰箱裡面 所以各位就是最近的這個很喜歡擺拍 這我們就講擺拍 書架也擺拍 床頭櫃也擺拍 這個最難理解的是冰箱也擺拍 那各位這個冰箱擺拍 其實最近有一個新的字跑出來 各位我這個放大一下 我放大一下 好OK 我幫各位整理起來在這邊 冰箱布置 freedscaping 那各位這個scaping 為什麼我要跟各位講 因為一個單字 如果後面有一個scape 表示景色 比如說landscape 就是土地 風景 這個土地的風景風光 那 cityscape 就是都市風光 Tablescape 叫做餐桌布置的意思 網路上我查了一下 各位還真有 fridge scaping 冰箱的這個風光 冰箱擺拍 那各位這個新聞還蠻新的 2024年的9月1日 新聞來源 一樣是顯然 各位這是冰箱的那一部 可是我第一眼看到我怎麼覺得 各位你看這是照片 照片前面有花 有些這個很像是 好 在下就不多說了 總之就是真的很有那種感覺 好不好 那我們如果是亞洲人的話 我們應該不會希望冰箱打開是這幅情形 很怪異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文章的講解了 我再播放一下音檔讓各位複習 我再播放一下音檔讓各位複習 我每週一會固定更新免費的影片 在每週四則會上架會員限定的影片 學習量會增加 這個時間大約會來到25到35分鐘左右 那個單字小遊戲是沒有期間限制的 一個月只要45元就可以加入這個會員頻道 一個月45 比一杯飲料還少 那還有75跟150這兩個選項 你可以給我更多的支持 那我影片的主軸主要就是在教各位單字的記憶方法 還有英文長句的閱讀技巧 教學影片到這邊就結束了 我告一個段落 那接下來是我的這個美國郵寄的分享 跟大家分享分享 結果我就黃石公園嘛 那上次我說到那個波茲曼機場 然後一路往下開 到這個Mammoth這邊 那接下來我就是繼續往下 往這個地方 去到這個地方 Canyon Village 這個單字剛好今天有遇到複習一下 Village是村落 對不對 那今天有講到叫Vintage Village Vintage 兩個單字可以一起記 那Vintage這個單字什麼意思呢 嘿嘿各位就留給各位這個考考師啦 各位你有看到這個是Lodge Canyon Lodge 那各位Canyon指的是峽谷啦 那Lodge這個單字通常在英文這個叫做小屋 就是在那種森林裡啊 國家公園裡比較偏僻地方的小屋 那這個地方它提供了Dining 吃的Lounge還有Gift 可以買買禮物的地方 這個就是園區內的住宿 各位你可以看到它的外觀 真的是非常的有風格 很有特色 各位注意這個黃石公園裡面好多個住宿景點 園區內的住宿 每一間住宿景點的風格都不一樣 很有美學 Aesthetic 那各位你有看到這個我稍微放大一點 各位有看到這個當然就是Hidden 這是它的名字 有沒有看到Lodge有出現了 各位它不叫Hotel 知道嗎 Hotel指的是比較偏向大都市的 那如果像這一種森林裡的遊樂 國家公園裡面的就是叫做Lodge 那這個住宿外面 當天我們門口就一隻這個Bison 就一隻牦牛躺在那邊 在那邊休息 這個國家公園常常會看到 那這個是裡面房間的一個樣子 給各位看一下 那房間的原則上是沒有冷氣 你要通風就只能夠透過這個來做通風 那這個空間各位你可以看到 算是還蠻大蠻舒服的 一樣再一次跟各位分享 園區內的住宿的價格偏高 可是真心 各位我卻非常的推薦 各位你如果要去這個黃石國家公園玩 務必 各位務必住在裡面 因為它的地點實在太好 光是省下來的交通 這個車程就值得了 真心值得 那每一間國家公園 那個每一間住宿它都會送你一隻熊 那我在裡面住了三天 就是第一天的熊 各位這是第二天的熊 非常的可愛 那接下來各位它住宿裡面 各位你有看到這冰箱 這一間這個Canyon Lodge 算是全部園區裡面住宿相當新的 一間住宿地點 各位有冰箱 那接下來各位它常常有的就是 它為了要減量 垃圾有分類 有沒有recycle paper 紙類的 Lanfield Lanfield就是掩埋的 拿去丟就是不分類的垃圾 你看它都是用這種方式來做分類 各位這是我開車的後照鏡 開著開著 一隻牦牛 就從旁邊經過 那個景象實在是非常的 又驚又喜 很像是那個公讀生走過去 不過真心 它是真的牦牛 那來到這個黃石公園的中間 這個Canyon的這個部分 最有看頭的就是它的峽谷地形 那接下來影片 我在陸續跟各位分享裡面 峽谷地形的這個照片 就是非常的壯觀 那以上就是今天文章全部的講解 一樣看到最後又要恭喜你看到最後了 非常不簡單 非常有決心的 把影片從頭到尾把它看完 那這個我下個禮拜一 這個要跟各位請假一下 這我會暫停更新 因為週末的話 有一些法會 這是商事 主要是商事 有一些法會 有些儀式會比較多一點 所以看來看時間 應該是沒有時間做更新的 所以我們就下下禮拜見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拜拜